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邹兆龙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我一进来就看到常威在打来服这个梗肯定都熟 没错 常威就是邹兆龙扮演的 邹兆龙出生于1967年的台湾高雄 那个年代求人吃不饱饭 邹兆龙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他的父亲去世的早 生活的担子全部压在了母亲身上 母亲勾搂着躯体早出晚归 拼命赚钱 只为了养活13个孩子 当时的邹兆龙为了给母亲减轻压力 六岁就出来编洗舞赚钱 给雕刻店老板打工 那个时候他白天帮老板上色 晚上他住在雕刻店里替老板看家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 在他九岁那年 他离开了薪水微薄的雕刻店 转行去做面包 小小的人儿得垫上箱子 才能在操作台上做面包 在其他孩子向父母撒娇 出去吃大餐的年纪 他已经替母亲分担生活压力三年了 因为没有父亲 他和弟弟妹妹们经常被欺负 因为经常被欺负 邹兆龙从小就懂得了 拳头大才不会挨欺负 正好他所在的那家面包店旁 是一家武馆 工作之余 他经常躲在角落里偷偷的 看教练的一朝一室 比比划画的跟着学 他发现有教练讲学 比自己一个人苦练有效多了 就像纸包不住火 没多久教练就发现有个小孩子 偷偷摸摸的在偷诗 教练在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后 摸了摸他的筋骨 觉得是块练武的料 就默许了他在一旁跟着学 三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12岁的他跟着大哥去台北发展 不久后大哥找到了 在剧组做武行的工作 邹兆龙在探班的时候 现场真需要一个女孩子 舞踢 当时的身形和那个女孩子差不多 就被当时的导演拉去做了舞踢 原本导演做好了一条 不过就多来几条的心理准备 但没想到他凭借着敏捷的身手 一条就过了 不知导演中意邹兆龙 剧组的武师头 在拍摄结束后 就找到了邹兆龙 问他愿不愿意留下来 邹兆龙欣喜若狂 立马同意留了下来 当时他在面包店工作一个月 才9000台币 当一次舞踢 不到一小时就拿到了1200台币 这在邹兆龙眼里和天上掉馅饼差不多 在武行里 邹兆龙开始学习跆拳道 散打等武术招式 开始了自己的龙套生涯 那个年代显有特效 打也是真打 拳拳到肉 因此他经常受伤 在邹兆龙心里 只要能让家人不再受穷 受点伤就受点吧 邹兆龙曾在节目中回忆说 当时有一场戏 需要我用蹦床跳过一堵墙 但当时 我受了伤 没跳过去 要是当时我的脸显落地 说不定已经没有邹兆龙了 和其他大兴早年经历不同 他不是武行里最能打的 而是最能挨打的 他曾在节目上说 在当时 不是说需要谁多能打 而是要看在片场里 能挨多久打 你要是太能打 说不准会抢风头 影响你以后没戏拍 你要是很抗打 以后哪个剧组需要龙套都愿意先找你 在邹兆龙18岁时 他的人生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刀印吴国孝在筹拍全力反弹时遇到了难关 剧组需要所有演员都有武术基础 这个好办 他把红金宝的洪加班请了过来 但剧中有个角色 需要跆拳道底子过硬 这个就难办了 琴来的演员里没有人符合吴国孝的要求 就在他头疼之际 有人向他推荐了邹兆龙 吴国孝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找到了邹兆龙 没想到他对需要的动作完成的 既经完美 吴国孝拍板定了 救他了 也就是在这里 他结识了红金宝 改变了他的命运 彼时18岁的他 刚因为全力反弹 站露头角 就必须去服兵役了 两年时间在飞速跟谍换代的娱乐圈里 足够淹没一个人 更何况还是个没有什么水花的心人 但就在他服兵役前 对他十分赏识的红金宝 给了他一个承诺 你尽管去当兵 回来之后有需要帮忙的来杠招握 当时的红金宝名气响当当 而他只是个星途很可能要断的小人物 他和红金宝之间差距过大 邹兆龙心里十分没底 两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当过兵的邹兆龙身上 硬汗气息渐浓 就在他服兵役结束的前一周 红金宝派来的工作人员 找到了邹兆龙 帮他安排了手续来香港发展 邹兆龙没想到 红金宝真的说到做到 心里一直惦记着他 到香港后 红金宝正是收他为徒 成了他第一个正式的徒弟 随后红金宝又为他量身打造了 好几部电影中的角色 精灵便里的阿车 烈火街头里的周小龙 但可惜这几部电影却反响平平 也有私下嘲笑邹兆龙是扫把星 有他的电影就火不了了 邹兆龙傲着一股劲 他拼命的练舞 拔高演技 每个动作都要精确到厘米 每一个微表情 都需要牵扯到哪几块面部肌肉 他都拎得清 当那些留言传到红金宝耳朵里后 他大发雷霆 邹兆龙的演技 你比得上 比不上就别瞎传 就这样到了1993年 王杰与红金宝合作拍摄 《一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 男主定的是以 抛向圣誉的李连杰 红金宝安排了邹兆龙出演 与李连杰对手戏最多的 《耸情书一角》 希望能够借着李连杰的名声 提提邹兆龙 但由于电影中大腕云集 邹兆龙并不显眼 他又没吼 观众没有记住他 但李连杰记住他了 李连杰曾说他和邹兆龙合作是最舒服 最有默契的 隔年 李连杰便邀请邹兆龙与他一起出演 《中南海》《保镖》 但不知为何 前后他与李连杰合作了7次 依旧没有观众缘 也只能叹一句 时也运也 当时邹兆龙有些心灰意冷 就在此时 红金宝似乎发现了他这么拼命 还不红的原因 红金宝发现 邹兆龙出演反派的时候 角色更贴脸 说白了 邹兆龙长了一张恶人脸 真巧此时周星驰电影 《九品芝麻官》正在选举 只差反派 常威一决控着 红金宝知道后 马上想到了邹兆龙 希望他能够出演这个角色 一开始 邹兆龙很抵触 因为个人性格原因 他十分讨厌那种 身上带着 没有理由的 恶的反派角色 而常威恰恰就是这样的角色 但是在红金宝的游说下 邹兆龙接下了这部戏 一方面红金宝对他有大恩 另一方面也符合 他接过的所有反派角色 都没有好的下场的原则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邹兆龙竟然因为常威一炮而红 红成这样子 常威你还说你不会武功 这个梗仿仿佛刻在了观众 DNA里 他喜欢他演的所有角色 除了常威 但也就是常威 让他走进了观众的心里 这令邹兆龙十分矛盾 一次访谈节目上 他看了他在 九品芝麻官里的表演后 对主持人开玩笑说 这不是我演的 这是我双胞胎弟弟演的 这个玩笑里多少带着无奈的成分 此后多年 他除了一开始不红的时候 演的那些正面角色外 剩下演的全是反派 他的戏路似乎定了 他一直在思索 怎样才能突破自己 怎样才能更好的诠释 演员这一职业 1999年 他放下了一切 包括在国内辛苦大厦的根基 来到了美国进修 想学到更多不同的表演方式 半年后 黑客帝国二选角时 找到了李连杰 但李连杰听完拍摄条件后 就选择推掉了这部分戏 一次综艺上 李连杰说出了词调的原因 美国人让我拍三个月 但要我在剧组待九个月 剩下了六个月时间 要把我的武打动作捕捉下来 半全是他们的 我学了一辈子的武功 完了 半全成他们的了 我不干 在李连杰推调后 黑客帝国的导演 等人找到了邹兆龙 邹兆龙对他们说 我可以出演 但是我绝不会出演 忧损国家形象的反派角色 也绝不接受用艺术的形式 来践踏我们民族尊严 另外我要求穿糖装 随后黑客帝国中 出现了华人身影 对于李连杰 剧演 邹兆龙接演 这件事情 网友们评价不一 有人说李连杰嫌片酬低 邹兆龙接李连杰 不要的戏没骨气 但仔细想来 这并不是这样的 李连杰坚持 版权问题必须在中国 而邹兆龙坚持 在于他在乎 华人的外在的影视形象 他们二人坚持的方向 是不同的 此后邹兆龙曾公开剧演好莱坞 惊铲脱鞘 邹兆龙曾说 国外找华人演员 演的大多是一些 没有尊严 没有个性的角色 我对这一点很执着 在我们国家演反派没问题 但出去了 一定不要做任何辱华的角色 我可以很自豪的说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在任何一部 欺骗里是辱华 或者没有人格的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邹兆龙透露 自打2003年开始 黑客帝国二 黑客帝国三 陆续上映后 十多年来 他一直在收分红 当年他与黑客帝国签约时 条款上写着 只要黑客帝国 电影及周边等 仍在盈利 那么盈利的部分 就要分一份给邹兆龙 通俗来讲 这就是永久分红 哪怕邹兆龙离世了 属于他的那份分红 也会给他的家人 邹兆龙在采访中戏称 只要黑客帝国还在赚钱 我就一直在收钱 哪怕我死了 我的小孩也在收钱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 人在家中做 钱从天上来吧 近些年 大陆影视业发展蓬勃 邹兆龙也拍了不少大陆戏 如与刘亦菲邓超合作的四大名补 再如何裸进 王立坤连妹主演的 风神演绎等角色不再 陷于单一的反派 却也不如以往出彩 相比之下 他的八卦倒是横横火了一把 2017年 一个名为邹兆龙出轨记录的社交账号曝光 邹兆龙将其灌罪与他发生关系 随后还用各种甜言蜜语的攻势 让他做起了地下情人 并宣称自己与妻子早已不合 随时都能为他离婚之云云 他随后又PO出两人的大尺度 私密对话 甚至说邹兆龙为了讨好自己 还亲手为他洗内裤 内容之不堪 令人不认之事 该女子最后表示 自己的所作所为 就是为了揭露邹兆龙的真面目 让网友们一片哗然 对此邹兆龙经纪人孟凯奇 立即发布声明 指责该女子居心不良 借死炒作 想红想疯了吧 后者也毫不示弱 直接就在网上撕了起来 但随后 邹兆龙的混血美女妻子也发布声明 表示力挺丈夫此事 虽不了了之 尽管风波很快停息 但对邹兆龙的影响还是非常大 毕竟空穴怎会来风 很多人还是对这件事情多有存疑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邹兆龙此后每每被问起家庭生活 都会向老婆疯狂示爱 还肉麻地称我一身都送给了他 不管怎么说 邹兆龙确实是一名很优秀的功夫演员 实力有口碑 希望以后他多出错品 稍惹八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拉麦会持续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